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说到了 台显兄妹其实是赛下族长老用口说的方式 所留下来的传说哦 台显兄妹从海洋来到了陆地生活 住进了森林 那这一集在森林里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来听这个故事吧 赛下族与台显的相遇 发生在男子成年礼的考验中 老人家是这么说的 那年冬天 山上非常寒冷 部落正要进行第三阶段的成年礼考验 十二十三岁的青少年 都必须到深山里接受考验 完成长老指定的项目之后 最先回到部落通过平定的人就能获得优胜 亚洛是接受考验的孩子之一 天气虽然冷 但一早太阳就高挂在天空咯 成年礼的队伍来到山上 在长老的训诫 于勉励之后 亚洛和其他孩子 都自信满满地往前冲 分头进入深山去完成任务 两天 三天 过去了 山中气候变化多端 下雨了 气温越来越低 下雪了 孩子们陆续完成任务回来 只有亚洛一直没回来 长老带着大家上山寻找 一整天下来依然找不到 雪越下越大 大家不得不先回部落 天空飘着雪 山里白雪哀哀 亚洛认不出回家的路了 来到盐壁下 早已经累得走不动了 天色黑了 雪又下不停 亚洛心里想 他一定会冻死在这里 气温越来越来越低 四周湿湿的 升不起火来 到底该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不知不觉之间 身体渐渐失温 亚洛就这样昏迷过去 天亮了 雪也停了 亚洛醒来看着四周森林一片白茫茫 我没有死 我怎么没有死呢 这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厚厚的 软绵绵的植物上面 软软的植物把他的身体包覆起来 非常温暖 亚洛知道是眼前的植物救了他 于是马上向他说谢谢 你有活下来就好 我和哥哥照顾你一个晚上了 独爱说 亚洛说 我怎么会躺在这里呢 我记得我走到盐壁下啦 独爱说 昨天你坐在盐壁下 没多早就昏过去了 然后倒下来就滚到我们这里啊 我是亚洛 谢谢你们救了我 否则我要不是冻死 就是滚到山谷下摔死 请问怎么称呼你们呢 我是独爱 这是我哥哥阿道 是缘分让我们相识 我永远记住了 独爱 阿道 谢谢你们 我现在急着赶回去了 这么多天还没回部落 长老和家人一定很担心我 阿道看看四周 问亚洛 你知道路吗 亚洛说 现在雪停了 现在雪停了 视线很好 应该找得到路 我只担心 衣服太薄了 不够温暖 这没问题 亚洛 你看 阿道指着一旁倒下的大树 那边有很多肝 那边有很多干的苔藓 你拿一些放在衣服里面 很保暖 很保暖的 亚洛把干的苔藓放进帽子 衣服里面 马上感觉身体温暖起来 谢过苔藓 凯显兄妹后 亚洛连忙要出发 亚洛临走前 独外大喊 亚洛 记住 干的苔藓 是很好的活种 知道了 我如果活下去 一定会回来看你们 就这样 一路上 亚洛 用干苔藓生火取暖 烤食物区 终于平安回到了部落 因为连日的风雪交加 亚洛又没回来 族人们都说 亚洛死了 部落里一片愁晕惨雾 这时候 大家看见亚洛回来 都吓了一跳 听了亚洛的遭遇 长老语重心 长得对族人说 在森林里 不起眼的苔藓 却救了我的孩子 我要感谢天 感谢苔藓兄妹 乌氏说 这是上天给赛夏族的祝福 降落在亚洛的身上 晴朗的天空 万里无云 长老 巫师 带着亚洛 和族人们 来到森林 向苔藓兄妹 表达谢意 都外说 这都是缘分 阿道说 这是天的安排 苔藓兄妹 又教赛夏族人 如何用苔藓 制作预寒的衣帽 棉被 和床垫 等等的生活物品 苔藓兄妹 勇敢地 从海里 来到陆地生活 让赛夏族 学会如何 避过冬天的严寒 也让赛夏族 对山林的一切 更加地敬畏 与尊重 好 这集故事就说到这边 听了这个故事 才知道 苔藓兄妹 不只是 帮助了森林里的 各种生命 甚至 还帮助了 赛夏族的少年 而且 还教授 赛夏族 如何制作 预寒的衣物 度过寒冬 也难怪 苔藓兄妹的故事 成为 长老口中的传说 一直流传到现在 希望你喜欢 这个故事 也别忘了 最终 爱有叔叔的脸书 Podcast和YouTube频道 听更多的故事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